要排斥 请问感冒几天会不会过去啊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但是你不能接受 我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就像谈恋爱的人 失恋以后他会很伤心 我不要再谈恋爱了 我不要再见他了 过一个月他又交新的男朋友了 会不会过去啊 会过去的 这个世间一切 所以你也不要排斥他 佛教教我们看清楚他 行身波罗波罗蜜多时 冷静地分析他 你就可以超越他 还可以运用他的力量 所以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利用在贪嗔痴里面 转念头 一般人我们繁星很重 没关系 念下来 转妄念为佛心 这很简单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 最大的开悟说 一切众生皆具 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把这个妄想执着 用智慧放下了 然后就变成自然智 道总智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不要一直讨厌负面的 如果没有负面了 就看不到正面了 没有五着二世 就没办法成佛 没有痛苦 就没办法开悟 所以那痛苦是我们开悟的老师 所以这五个线 就代表五种烦恼 可以转化成五种的智慧 所以我送给外国人 我都会说 这是Rimbo 带来会发财 会交到男朋友 他就会喜欢带了 但是各位要背哦 红色的 红色的代表什么 阿弥陀佛 蓝色的代表不动佛 黄色的代表不思圆满的宝身佛 绿色的代表精进的不空成就如来 白色的代表中央 毕如遮纳佛 所以念一下 欧鸿藏色 就是五方佛的圆满 所以希望大家事实上 乌云下雨 黑白的天空 那么会变成彩虹的 所以只要人心的进化 一切都可以改变 所以在我们痛苦的 认为生老病是痛苦的生命里面 本来就有圆满的佛性 有五方佛的智慧 那我们要去回向之前 大家来念一下佛号 好不好 特别这尊佛这么庄严 我上回来好像还没有贴金 这次来贴了什么 庄严的纯金 上面还有莲花 这么庄严 还有一点特点是 上面这个板叫吸音板 就讲话麦克风不会回音 不然一般这么高 他就会回音 后面这一尊应该叫 念一下 兜率内院 天灌弥勒菩萨 代表未来佛 所以前几天是然灯如来 我们有讲三世佛 来 那么过去佛 然灯如来 那么现世佛 释迦如来 那么未来佛 弥勒尊佛 所以在佛教里面 我们就叫过去现在 未来佛 也就告诉我们 过去有佛 未来也有佛 所以各位要不要做未来佛啊 要 所以释迦牟尼佛 被兰灯佛受祭 兰灯佛被宝祭如来受祭 所以每一个佛 就不断地在受祭下一个佛 也希望大家发菩提心 承担整个众生的责任 老实说啦 我们新加坡还算已经发展了 很不错的国家地方 请问这个社会科技发展 但是问题 生命的苦还在不在 依然存在 这个跟有钱没钱没关系 所以 生老病是轮回的苦 特别有感情的苦 求不得 爱别离 愿真会 身心五蕴变化的苦 这个苦依然都存在了 所以当然 社会科技 经济的发达 提供一些方便 一些方便 有钱是一个感受 但是呢 并不能究竟解决问题 那究竟解决问题 那就要靠佛法 而且 这个世界 各位要了解 这个世界 我每次都会讲四个字 念一下 纯大苦句 纯粹最大的苦的聚会 上回有一个女孩子 竟然把老公说 他把我这四个字拿去用 我跟你结婚 是 纯大苦句 我说你怎么讲 太狠了 本来 这个是事实而已 因为 跟我们的身体一样 各位不管你几岁 也会哪里酸 哪里痛 就算你没有病 这些冤心在主众生 也会让你感受 我想从生到死 小孩子一生下来 甚至妈妈怀孕 这个过程都是个痛苦 一直到死亡这个过程 那这一点我们要去体悟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要告诉我们一个 最重要的 他要这些轮回友情 如果这个世间没有佛陀 最好的方法 念下来 念佛求生净土 所以每一个佛都有一个净土 他希望我们这些轮回友情 念佛 生净土 当然更重要的 现在有很多的众生 正在地狱受苦 在恶鬼道受苦 那是在动物被杀 所以佛陀要我们呢 为他们念佛 所以阿弥陀佛说 十方众生 念我名号 一念乃至十念 愿往生者 必定往生 至少可以脱离痛苦 所以也唯有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净土 那么你的生命的轮回 才可以停止 而且你会开发一个 最重要的智慧 再背一下 来 无生乏忍 无生乏忍 如果你有了 你下地狱都觉得很平静 这一点最重要 不然每天吃药运动 这个身体最后 还是老化 还是死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无我的 无生乏忍 空性的智慧 这才是一个 究竟的解脱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做到 所以各位经常 要念心经 乃至金刚经 心经很短 多去思维这里面的意识 把这个法 用在你身心的净化 念一下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以波罗波罗蜜多咒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这是个罪 咒就是个精华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真实的 空性的智慧 这个轮回 对你是一个快乐 是个快乐 为什么 利用轮回去度众生 你生病 我陪你生病 你下地狱 我陪你下地狱 你做畜生 我陪你做畜生 但是在这里面 念一下 生苦 心不苦 虽然我们陪他下地狱 陪他做畜生 被杀 但是你身体被砍 被杀 那身体本来就有感受 我现在拍这个机器 机器也会反弹 它也会动 但是因为机器没有心 所以没有痛不痛 但是我们人有一个心 所以会感受到痛 但是做一个空性的菩萨 那对你来讲 你有感受 但是心里很平静 所以我想 做一个菩萨 必须这样训练 但是要达到这个阶段 那你就要透过苦的摩念 但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各位如果你能够往生净土 再念一下 花开见佛 物无生 你的资粮成熟了 花开见到奥弥陀佛 那你就可以正的 无我的平等的空性 这个无生法人是阿弥陀得不到的 阿弥陀就是怕痛苦 不要来轮回 轮回他就受不了 阿弥陀就要赶快入极面 但是菩萨不一样 菩萨对他来讲 生死快乐健康 是平等的 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怕苦 也不用追求快乐 菩萨只有一个 一个使命 念下来 阿弥陀治 就是一种不退转的大悲心 去帮助众生 也让众生离苦成佛 这是各位我们学大乘佛教 要学习的两种本事 这两种本事 就是无我空性的 无生法人的智慧 第二个呢 一种大悲善巧 你要用各种的方法 去普度众生 所以希望各位 以这种正确的菩提心 来念佛 那你念的佛号 就能够利益到众生 所以能够 当你想到哪一个众生苦 这个众生 如果他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事实上当众生在痛苦的时候 你给他什么好的 他都会接受 所以苦是他们开悟的助源 所以他们在地狱受苦 他们在恶鬼道受苦 所以现在带着他们念佛 他们就很容易想要离苦 有这个想要离苦之心 来带他念阿弥陀佛 念药师佛 念不动佛 但是我认为 所有的佛都是一种方便视线 因为有些众生 他不喜欢这个 他不喜欢这个 他喜欢那个 比如说很爱漂亮的众生 你要告诉他去哪里 来 妙喜净土 你是里面最漂亮的 为什么 因为妙喜净土是 每一个众生的脸 都跟每一个众生不一样 没有办法比 每一个都是最漂亮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到了妙喜净土 你可以享受婚姻关系 而且生儿女 也不会痛苦难过 结婚也没有吵架 所以 而且那边享受的是 遇见天的 所有的快乐 你看佛慈不慈悲 以这样就可以接引 不一样的众生 而不是说单一的 有些人说 我要结婚 但是我也要发普利心 那你去妙喜净土 你也可以去天上 念一下 兜率内院 兜率内院 你有结婚没关系 你喜欢守宝宛在戒 又有结婚 喜欢供花 喜欢吃素 那你又可以学菩提心 在兜率内院 所以十方诸佛 各用各种的善巧方便 来接引不一样因缘的众生 因为每个人的愿力不一样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去学的 去了解的 所以我要各位花一点时间 因为各位今天拜了三昧水灿 那个力量大的 但是我 大家比较好命 是坐着拜 站着拜 没有跪 正常是要跪 回去你跪好了 我们拜到都会跳褪 然后膝盖会痛 但是因为这样比较认真 我第一次拜三昧水灿 那时候我还不懂佛教 是因为我的老丈母娘生病 三天没睡觉 她也不是佛教徒 她看我学佛 她就跟我说 多少钱都没关系 因为她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帮我找多少钱都没关系 我那时候我也不懂 我请了我的表哥 帮她请了六个法师 收她台币二十万 然后他们拜一整天 我跟我太太负责跪 我才知道这么苦啊 孝顺 跪六个钟头 但是六个钟头 就像你们今天拜了 从头到尾我们跪啊 拜啊 跪啊 拜啊 这样六个钟头 二十万给了 也觉得很欢喜 自己也终于了解 回去以后 居然我丈母娘在睡觉了 她三天睡不着 她睡觉了 哇 管用管用 我那时候很有信心 我这二十万花得很有意义 所以 当然了 后来 我至少这是信心吧 那后来我就自己念了 不要花半毛钱 就像各位现在会念了 你就自己念吧 用唱的 用念的 以前我是完全不懂 但是我妈妈生病 我就跪下来念 再念一下她就好了 念一下她就打电话 赶快起来 她知道我在跪啊 因为她已经不痛了 我大哥得癌症 我跟他讲说 你一个月拜 拜一次 做着也好 就可以超越病故 一个月一次呢 得癌症 也可以好啊 所以我想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所以拜三昧水灿 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 今天拜三昧水灿 又为众生再回向 所以我们现在 要引导所有众生 念一下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